大家好 关注《逍遥记》 带你感受逍遥世界 感谢观看本视频 可是谁能想到 这么普通的笛子 竟能召唤鬼兵鬼将 令黑白两道闻风丧胆 两件法宝名扬天下 众仙家争先恐后一睹为快 却没有人敢打这两件法宝的主意 因为除了主人 别人根本驾驭不了 只能远观 不能尽完 但民间百姓就不一样了 看不到 摸不着 我山寨总可以吧 不仅可以玩 还可以拿来卖 眼尖的蓝氏小败很快发现了 百姓的商铺里 有人在卖韩光君的碧城 与魏前辈的贵敌 碧城卖得很贵 毕竟打造一把剑不容易 需要纯色非常好的铁来打造 有的商家独辟蹊径 走高端市场 用纯银打造 几乎能倚假乱真 而鬼迪卖得很便宜 因为成本低 削个竹子 染个黑纱就成了 有顾客嫌碧城太贵 于是商家推出一个优惠活动 买一送一 买碧城送鬼迪 岂有此理 魏无羡哭笑不得 狠狠地一锤桌子 蓝锦衣安抚道 魏前辈 您别生气 我们去跟商家交涉 禁止他们山寨您和韩光君的法宝 魏无羡喝了口水道 不 不 我生气的不是这个 我生气的是 鬼迪怎么能做赠品 为什么不是必成做赠品 蓝锦衣道 大概他们不知道鬼迪的厉害吧 以为鬼迪是竹子做的 不值钱财 魏无羡道 走 看看去 蓝锦衣和众小辈领着魏无羡 浩浩荡荡出发去了彩衣镇的商街 果然有很多小摊在卖避城与鬼迪 商家推出了个低 中 高 三个档次的避城 最低档的是木剑 中档的是铁剑 高档的是银剑 而无论哪个档 赠品都是鬼迪 魏无羡大不留心地走上前 拿起一把银剑道 店家 请问碧城怎么办 店家剑来人是一位风神俊朗的年轻公子 眼镜于亮道 拔两银子 可观 这把剑是爆款 目前仅剩最后六把 卖完就没有了 要提前预定 三个月以后才能有货 魏无羡皱了皱眉 拿起壁城装模作样欣赏着 见识好见 科业太贵了吧 能不能便宜一点 真不能便宜了 公子 这已经是最低价了 后面还有人排队呢 魏无羡回头一看 果然有人排在自己身后 又拿起鬼迪问 那 请问鬼迪怎么卖 三两银子 魏无羡黑道 你抢劫啊 这不是一截竹子吗 还卖三两银子 店家耐心解释道 公子 你不懂 这是一铃老祖的鬼迪 无价之宝 戴在身上可以正轨驱鞋 比壁城还管用 鬼迪是不单卖的 你要是真心喜欢 你买壁城 我把鬼迪赠送给你 魏无羡奇怪道 你挺会啊 还买一送一 鬼迪这么好的东西 为什么要做赠品 店家意味深长地笑了 伸出手指 勾了勾 是一位无羡靠近 公子 我跟你说 经过市场调研发现 鬼迪比壁城更实用 壁城能干啥 没有灵力 不能斩妖除魔 而鬼迪可以吹 还能屈血 女孩子都喜欢鬼迪 现在的市场 女性是消费主力呀 魏无羡做恍然大误状 原来如此 不过既然鬼迪的市场行情这么好 为什么要把它当赠品 这你就不懂了 如果直接把鬼迪拿来卖 就没有多少人买毕城了不是 如果把北迪当作赠品 就会有很多人同时买两件 一举两得 而且 毕城和鬼迪是不能分开的 你知道韩光君和一令老祖吗 他们俩就是形影不离 这两件物品是他们二人的法宝 所以法宝也不能分开 女孩子们为了图个好运 一般都会两件一起买 再把毕城送给他的小情郎 送给情郎干啥 杀猪砍柴啊 小女孩就喜欢浑身使劲 赶活利索的小伙子 魏无羡几乎要笑疯了 回到近世 把今天的事告诉蓝望鸡 蓝战 你知道毕城在民间是用来干什么的吗 魏无羡笑迎迎道 蓝望鸡淡定道 斩腰除魔 才不是 魏无羡大笑 是用来杀猪砍柴 哈哈哈哈 蓝望鸡 伸手将魏无羡卷了过来 放在自己腿上道 我怎么听说 毕城是用来送情郎的 对呀 送给情郎 杀猪砍柴 哈哈哈哈 可怜的毕城啊 蓝望鸡嘴角上扬 听起来也不错 魏无羡背着晴光溢血般的笑容叹呆了 搞不懂蓝战为什么这么高兴 宝剑被人玷污了名声 也不生气 忽然想起了曾经说过自己是拱白菜的猪 魏无羡脸色一变 按脚不好 立刻从他身上跳下来 准备逃跑 可是蓝望鸡比他更快 牢牢圈住他 把他按在软榻上 魏无羡欲哭无泪 我就知道 毕城不是个好东西 好